哈喽,我是等你们养鼠的熊猫 今天我们来造一个适合新鼠到家的景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很多入鼠坑的宝子们刚开始都是因为造景 好看的造景呢,当然很的确吸引人 但其实新到家的鼠呢,并不适合造景的笼子 住进去的结果就是 从此你俩互不相关 你捉不住他,他也不愿意见到你 新到家的鼠呢,是需要静养一段时间的 但是这个一段时间其实一天甚至半天就足以了 在他们刚满月性格还没有形成之前 一定是要多多撸他们的 而且我在发出之前天天都在盘 到新家如果断掉,那真的是属于前功尽弃了 那耐不住就是有小伙伴想造景 那这一期就是你需要的哦 可以增加一个隧道,观察数字躲起后来的样子 分层啊,爆花啊,直立什么的 一定一定不要厚扑 颜色系列你可以自己定 物品呢,以简约为主 任何家具呢,都要简单,可以方便收取 说实话,熊猫这个美术天分真的很差 下次一定要先画出来再造景 记得一定要每天用零食跟他们进行互动 但是要少哦 等待他们的性格形成 你将收获一个每天一开门 就能出来迎接你的熊熊了 说到零食呢,就不得不说 我们家属子们最近可是有口福了 因为我很多进口的零食都到货了 先给他们尝一尝 好啦,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记得今天晚上七点半 来我直播间 好多仔仔等你领哦